美国联准会宣布降息两码 我国中央银行在今天召开了第三季 礼监事会议宣布利率维持不变 从今年3月预防性升息半码之后 利率已经是连两栋 不过央行持续的寄出紧缩货币政策 宣布调升新台币存款准备率一码 连两季调升存准率 另外央行也出重手要来打炒房 寄出了第七波的信用管制措施 美国联准会宣布降息两码之后 台湾央行也召开第三季礼监事会议讨论 最终结果宣布利率维持不变 也代表从今年3月预防性升息半码之后 利率已经连两栋 我们整年我们是2.16跟1.94 那明年更会下降到1.89跟1.79 虽然利率维持不变 但央行持续寄出紧缩货币政策 宣布调升新台币存款准备率一码 也就是0.25个百分点 从10月1号起正式实施 这也是睽違两年 央行连两季调升存准率 就是希望加强货币信用的数量管理 进一步减缓信用资源 流向不动产市场 另外这回更是出重手要打炒房 我们觉得我们六次的选择信用管制措施下去 好不容易好像是有一点 就是soft landing的那个味道 但是呢你现在上来的速度太快了 我们的选择信用管制呢 必须要做比较严肃的一个措施 央行学部寄出第七波调整选择性信用管制措施 新增规范名下有房屋者的第一户 购物贷款不得有宽限期 另外第二户购物贷款最高陈数 从六成降为五成 扩大实施到全国 而公司法人购置住宅贷款 以及余屋贷款最高陈数 都是由四成降为三成 利率决策台美不同调 央行不深也不降 持续走自己的路 期盼能让房市降温 在台北综合报导